据央视4月24日报道 海军三型主战舰艇长征18号艇海南舰、大连舰 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入列 其中大连舰是我国第三艘055型导弹驱逐舰 型号105 作为我国目前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前两艘055驱逐舰都是以省会城市命名的 分别是101南昌舰和102拉萨舰 而大连并非省会城市 那么为什么它能被用来命名055呢 央视25日公布的解放军舰艇命名规则 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根据命名规则 解放军海军巡洋舰以上的舰艇将由国务院特别命名 比如辽宁舰和山东舰 巡洋舰以行政省或直辖市命名 比如此次下水的075海南舰 而驱逐舰则以大中城市命名 而并非一定要求是省会级城市 虽然055拥有超万吨的排水量 但是它在解放军中仍属于驱逐舰 所以以大连来命名符合规则 此外中国的省会城市名字几乎都被用完了 也是原因之一 今年3月 我国第二艘055型驱逐舰拉萨舰入列服役 代表着我国除台北以外 所有的省会级城市都被用来命名解放军军舰了 因此第三艘055被命名为大连舰也顺利成章